我们修行很不容易成就 就是这一句佛号都念不好 什么原因呢 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多多深境 凡夫修行多多深境 我们堕落在 常常想到自己的身体 身体要好好保养它 要好好照顾它 把照顾身体保养身体摆在第一位 其他是第二位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不能成就 修行要想成就 修西方极乐世界 真地想将来我们 欲知实至自在往生 那要怎么修呢 要把身体丢掉 不能想身体 身体 是附带的 不要去理它 不理它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 它回归自然了 自然才是最健康的 你天天要补它 它就养成一习惯 那不补它它就生病 它就得依靠你 你把这依靠断掉的时候 它不要了 它反而健康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去佛教弟子们 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不要刻意 去照顾 日常生活 随缘就好 随缘都快乐 不要去计较 亲近心 不接受病毒 我们今天去医学上讲 免疫力 什么是免疫力 亲近心是免疫 心底亲近 不会感染 大慈悲心 能化解一切病毒 你看 亲近慈悲 就好啊 在这上也要用功夫啊 你不要在神和起居上 去讲求啊 神多少事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你看 跟释迦牟尼佛那些人 常随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野外的生活 露宿的生活 晚上睡觉 树底下 打坐 上面没有遮盖啊 不怕风吹雨晒 这个雨打了 日晒 他不怕 过去那样生活 吃饭就脱波 你给什么吃什么 啊 欢欢喜喜 他又不生病 这是回归自然 我们的心 回归自然呢 身体自然跟 也跟大自然 合了为一 最终要是 写心 念头啊 心未回归 神就不能回归 心回归了 神也就回归 得大自然 得大自然了 最健康的是自然 自然就是道 啊 在佛法里头 自然 就是福 啊 中国人讲道 讲到极处 啊 道是自然的规律 跟自然的规律 合了为一 这最健康的 啊 自然有没有生 有 你可以不要去制住他 啊 这个才叫 阳神之道啊